首先,装上刀夹,再装上刀具,刀具持平 用扳手紧好,然后回铃,所有轴回铃 好,回铃之后,首先要计算出刀具长度,打到手动 然后,把主轴降在绳材的 好,差不多是快到行材的位置,然后减速 然后降到,保持刀尖跟行材的持平 用弓箭坐标,Z轴的弓箭坐标,减去行材的厚度,也就是行材的高度 然后,得出来的结果就是刀具的长度 计算出之后,直接点参数 刀具长度 直接输入就可以 输入完之后,点保存 好,然后点自动,打开工程 选择,选择你所编辑的程序 然后导入程序 直接启动就可以 可以